安徽的一位方先生在南京板桥新城附近承包了一块田地种植甘蔗 昨天晚上当他把一些甘蔗皮和废渣倒在柿子树村附近的一个垃圾站的时候 被一名自称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男子拦下来了 接下来方先生举报 拦下来的这位男子做法不对 来看看他怎么做的 方先生在被这名男子拦下后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这里不能倒垃圾 我就这样以为了垃圾是可以倒垃圾的所以我才会倒过去 如果他要是要是我知道不可以倒垃圾的话 我就不倒过去了省得我找这么多麻烦 他这种讲法就是如果你你这次倒垃圾被我逮到了 你就要接受处理 要我据他说还要扣我车子要拒绝扣15天了 随后这名男子要将方先生的车子扣押等第二天到社区接受处理 由于方先生急着去脱货就和这名男子商量有没有其他办法让他先走 此时这名男子提出只要方先生买一条酥烟给他这事就可以先算了 我说我今天就卖了200块钱加了100块钱以后身上就100多块钱了 然后他就讲他说那你把行驶证压在了压到商店去 我跟商店那个人还挺熟的 让他先把烟给我你等一会拿钱过来熟 无奈之下方先生只好先将行驶证压在商店自己先去拉货 但是在路上方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便打电话给零距离 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陪同帮先生一起去赎回行驶证 通过商店的老板我们联系上了这名社区工作人员 几分钟后这名自称姓油的男子赶到了现场 记者亮明身份询问这名男子为什么要扣押方先生的行驶 证实男子便投也不回的迅速离开了 随后记者将这个情况反映到板桥新城管委会市字树社区 社区工作人员称这名油姓男子确实是他们板桥新城管委会 市字树社区的执法人员 主要负责控委控扎 虽然说控制乱倒垃圾也在其职责之内 但是并没有权利私下处理 今天下午我们也从板桥新城的管委会了解到 他们目前非常重视这个事 上午就找到油某了了解这个情况 何时之后已经对油某做出了辞退的处理 您看一条烟饭碗给砸了 哪儿滑得来啊 而且和油某一起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停港三个月 并且对市字树社区相应的分管领导做出了处罚决定 谢谢大家